好 相关话题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 时间交给月鑫 好的 金萌 美土达成的停火协议 对各方的约束力究竟有多大 美土对协议是否存在理解偏差 120小时的停火期之后 地区局势存在哪些变数 就这些话题 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分析评论 我们首先来看看德国之声的观点 说这究竟是停火还是暂停攻势呢 在双方高层密集会晤之后 美国说服土耳其 达成在叙利亚北部为期 120个小时的停火协议 以便库尔德武装和民众 在这一时间内 从土耳其制定的安全区中撤离 然而土耳其方面称 所达成的不是停火 仅仅是暂停攻势 分析指出 美土双方对安全区范围的界定不清晰 没有标明所设地区的大小 此外并非全面停火 在其他地方 土耳其军队与库尔德武装 仍会发生交火 欧盟要求土耳其 应该完全终止军事行动 撤毁军队 我们下面再来看看 法国《巴黎人报》的观点 土耳其对美国的信任度在下降 文章指出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称 停火协议 似乎并没有改变 埃尔多安的心意 反而给库尔德人 下了最后通牒 虽然已经接受 停火五天的协议 但是出于对美国的不信任 土耳其国内舆论 依然对该协议持谨慎态度 认为必要的时候 应该重新启动军事行动 土耳其认为 在中东问题上 美国表现出的双重标准 是伪善的 在某种程度上 美国以支持土耳其 建立安全区 换取五天的暂停攻势 绝不是预示局势走向缓和 我们再来看看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观点 说美国的影响力 正在减小 值得注意的是 美土协议达成的同一天 土耳其媒体传出了消息 阿尔多安将于22号 在俄罗斯南部城市索契 与俄总统普京展开会晤 在此基础上 120小时的停火期 就显得尤为敏感和关键 五天后 俄土会面将举行 有可能改变现在的叙利亚局势 而美国显然不愿意退出 试图在土耳其 越境打击仪式上 继续施加影响力 但是美土关系 渐行渐远 从土耳其向俄罗斯购买S-400防空导弹系统 就得到了证明 与此同时 土耳其还与伊朗进行贸易往来 我们最后再来看看英国卫报 卫报说 美国国会继续推进对土制裁 近一段时期以来 美国总统一直为自己的叙利亚撤军决定辩护 他说整个混乱的局面 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叙利亚可能会得到俄罗斯的帮助 这很好 他还说了那里有很多沙子 所以愿意去那儿的有很多沙子可以玩 面对特朗普完全不在乎叙利亚局势的言论 美国国会并不买账 美土达成的停火协议 根本不能取得美国国会议员的信任 他们认为许多措施过于无力 很难产生实质性效果 所以美国国会照常推进对土耳其的制裁 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 对于近期美土关系的一些分析和评论 好的 月薪